你凭什么可以拥有苏哥哥的爱 明明我才是那个和他一起长大的人 可为什么他的言语只有你 我恨你 明来一直都是你在害我 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你闭嘴 反派死前话也太多了 直接扎不就完事了 七七 漫画世界的职业女朋友没错吧 没错 我是一个漫画人 但是我的工作经验十分丰富 我当过蠢妃 她不就是怀孕了吗 想办法打掉就好 做过笑话 还有点有女明星 一会儿红毯最大的看点 就是你的阳相 当然不仅是女配 还都是恶毒女配 这就是你的下一份工作 夜色清新 这是一本土味霸祖漫画 有多土 男主沐南辰 人称沐上 感受到了 沐氏集团的总裁 他对所有女人都过来 唯独对女主免疫 宫业堂经出现 闭嘴 女主落轻 家境贫寒 却善良温柔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只有带有沐氏基因的吻 能够缓解心脏疼痛 最终和沐南辰相爱 真能扯啊 就是不轻会死呗 但最后在婚礼现场 被冷叶寒杀死 竟然还是第一 反派冷叶寒 有事集团总裁 是沐氏私生子 他没有爱出现 毕竟只想复仇 搞死沐南辰 伤害所有他爱的一切 李沛 宋若铃 从小暗恋男主 沐氏一开始 就下药 试图害洛青 洛青反被诬陷勾引男主 受尽宋若铃的侮辱 没想到我还助攻了男主 剧情都大差不差 我赎得很 再说了 漫画就是一个全自动剧情 我又没有主观意识 知道那么多没用 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有 漫画中心都开始雇佣铿宫了 我可是你的领导 你是谁 你又是谁啊 你 你们这些女人 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接近我 不就是为了能上我的床吗 今天我就成全你们了 那 神经病吧 洛青 我知道你在里边 快点给我开门 你知道我宋若铃的脾气 宋若铃 不要惹我 沐青 开门之后 直接抓他 是 宋小姐 沐少不见了 南辰哥哥 我是洛青 那这不会是沐南辰吧 我 我不是来当女配的吗 我怎么还有主观意识 洛青 你赶紧给我开门 里边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洛青被诬陷勾也难住 受尽宋若云的侮辱 不能坐以待毙 惹你又怎么样 我可是有硫酸 水 给我追 来 沐少 南辰哥哥 南辰哥哥 喂 派一辆救护车过来 沐青 你死定了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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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去 别跑 别跑 快点快点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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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怎么那么吵 冷少 沐南城好像不见了 别跑 看来还不等我出手 他和宋氏的合约也签不了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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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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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这边走 女主落轻 家境贫寒 却善良温柔 万有先天性心脏病 老少 这个女人 只有带有牧室基因等关系 能够缓解心脏疼痛 反派冷叶寒 冷氏集团总裁 是牧室私生子 不是 288 一辈子 六骅 好 这个心脏病来真的呀 你们这些女人 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我的注意 拉好你的衣服 滚出去 他没有爱情线 一心只想复仇 我说 你们这里面的男的 自信都是批发的吧 宋小姐 我已经调查过了 是冷食器当总裁 我可以喊 冷食 冷食和牧师是竞品关系 他会帮洛青 总之洛青不会无故消失 宋小姐 你们有事吗 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 穿着衬衣的女人 帮我 凭什么 凭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我们冷食集团在江北 没有不知道的人 你是牧师的私生子 乱说话的代价 你承受不起 我有没有乱说 你最清楚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开一下门 我有话要说 帮我 我就全部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